一元起,我是一个工程师学校学的是一一电子工程 进入宏奇产品设计开发部 记得当时9月从部队刚退伍,是当年度最后一题预官退伍 很多公司在期,8月的新进人员都已经招满 我找工作的原则就是想要当RD 且工作地点要在台北,当时如愿以偿,宏奇在台北有设计部门 经过考试和面谈,终于坐上当年度的录取末班车 进入了宏奇,这也是我快乐工程师的开始 记得每天都非常快乐地搭着公车 从万华到松江路,走过锦州街,来到了公司大楼 沿路阳光灿烂,常常加班到半夜,过着快乐工程师的日子 伴随着我在台北两年的工作时光 记得第一个月新进人员接受经理指派的资深副理教导我们设计PC架构 我受训不到一个礼拜,就被经理调出开始设计系统 这是令人兴奋的时刻,当时宏奇的设计部门和测试部门都非常迷你 人员不多,我记得测试部门就只有一个人在做测试 我们做好两台机器 我就搬到楼下给测试部门的工程师做测试 虽然我是一个新进工程师,但却可以指挥公司所有工程相关部门和技术手册撰写 指挥从电路板设计工程师 测试工程师到工厂生产线,当时真的有感受到指挥千军万马的气魄 这让我学到,只要你愿意做大事的人,不一定是要大官 只要你愿意为公司付出,为产品付出,为你的工作专心前行 无论是上到副总下到工厂的作业员,都是你沟通指挥的对象 在宏奇台湾工作的这段期间,一件事情对我的影响和台湾产业发展的认知有更深刻的感受 当时我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工程师 但是我看到CD-ROM的音乐,CD可以存放如此多的数位资料 虽然是音乐,但是是数位的 我就想到这可以当作储存器 当时的硬碟,10M硬碟储存器需要两个人搬才搬得动 可是CD-ROM这么小的体积就可以储存500M 为何不用这个来当作储存器 我记得我向长官报告 何建议,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们做PC就可以赚钱了 这些其他研发的投资不值得 这让我感到非常的惊讶 也发现台湾整个产业其实也就是在做塑胶花 虽然现在有护国神山的台积电 可是很多台湾的高科技公司 在过去30年,其实就是只在做塑胶花 一群做PC的产业,就是非常典型的做塑胶花公司 拿Intel设计好的板子,再加上微软的软体 拼凑起来,改改机壳,换换面板 组合一下就成为一台PC全球贩售 非常低的附加价值,完全没有创新 当然是一个低毛利的商业模式 很多公司只是买外面来的生产机器 自己没有研发,就是拿人家的专利 付高额的专利费,在台湾制造塑胶花 做生产制造外销的高科技塑胶花 在红旗台湾的工程师设计生涯 帮红旗设计制造了销售最好的710 510加915V915P等PC系统 当时连续两年都得到部门的特优绩效 也非常快速晋升到科长 当时常常和国外的客户联络 所以就觉得好像在台湾 就可以有很好的国际观 当时的副总是施崇堂建议我到外派美国 我感觉没有这个必要 因为在台湾还是可以跟很多世界上的品牌接洽 所以一开始就没有接受外派的建议 但是后来因为公司内部的工作 有一段时间没有新的案子 就感觉到不如外派到美国 就这样我就接受外派美国 原本计划外派两三年 结果变成终身 这是改变我一生的关键时刻 所以现在如果有年轻人有外派的机会 我绝对是强烈的鼓励能够外派到世界 能够飞的鸟才会壮大成棚 当时公司配给我一套房和一代步车 美国西部是雨季秋天的景色相当的美丽 我开始美好的美国工作的生活 但是离乡背景在异乡 不是一般人能够体会 尤其我当时的英文能力不是非常的好 电话留言有时候也得听上四五次之后 才能完整听完 虽然新环境 新工作 新的人 但是绝对对我们的人生是绘画上美好的色彩 当我到达美国的第一天 我就进了实验室 开始我的工作 突然就有一位美国人冲进实验室 非常严厉地警告我 不要乱碰东西 这让我感觉到第一次的种族歧视 我在美国生活了将近三十年 种族歧视还是偶尔会发生 这不是大家说说而已 种族歧视是实实在在地发生在美国的事 且就是发生在我身上 其实人性不是只在美国 人性都是一样的 无论你是哪种种族肤色 强势文化 其实弱势文化 这是常见的事 也是人类很难改变的 种族问题都是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最大的问题 分享我的经验 只是要让大家知道 很多事情不是外面传言的 或者说说 你就可以相信 凡事都是要经过自己的体验和思考之后 才可能真正理解其中真假 从1990年到2000年这十年 我都一直在美国 直到2000年 参与了红旗多媒体实验室 领导硬体系统部门 在美国的研究开发 都是从零开始 这让我体验到美国的强大 不是没有原因 当一个国家任何事情 都是以增进人类全体生活为目的的创新 所有的科技都是原创 所以新兴国家要超越美国 是相当艰难的一件事 首先要秉除抄袭的习惯 再来就是很多科技都是要自己从根扎起 像特斯拉的老板一辆电动车到外太空 都是以物理第一定律开始助手 这才是原创 这才是成为世界第一的根本要素 美国能成为世界最强盛的国家 就不难理解了 我在美国红旗多媒体实验期间 我们和微软共同建立了多媒体的NPC一架构 也发展了多媒体的电脑系统 AcerPack当时首创电脑能够打电话 收发Fax 电话打录机 收音机等多媒体功能 当时也是首创将收音机做到电脑里面 但是再好的产品 台湾公司都没有世界市场推广的经验 反而只想赚简单代工生产制造外销的钱 Easy Money阻碍了任何优良产品的萌芽发展到普及 另外 为了能够达到及时接听电话而且电话达录功能 电脑在四声铃声内及时接起电话录音 我们取得了电脑睡眠之后 快速启动的重要专利 Hybernation Sleep Mode这项专利是相当强大 现在所有的电脑和手机产品都是运用了这项专利 后来帮红旗抵御了非常多的专利诉讼 就算在几年后前我也还在出庭帮红旗作证 证明这强大的专利是我个人在红旗的发明专利 当时的法庭认证整整花了一整天的质询问答 最后帮红旗打赢了这几个艰难的官司诉讼 在1990年时红旗正式扩充的时候 外派美国的人士不少 大家平常假日无事的时候就开始打高尔夫球 当时就感觉到自己好像即将晋升于高科技贵族行列 而不是只有日本人台湾已经开始进入了世界的舞台 这真是一个小小人物的狂想曲 这些其实都是假象 外在的花拳绣腿绝对不是人生成功的必要条件 人生成功的必要条件 是你的实力和你独一无二的思考 再一次打高尔夫球的偶然的机会碰到一位朋友 Frankly 他非常热心的在一个礼拜五打电话给我 问我有没有空 我说有空 他就开车过来接我带我去Charles Schwab 拿了一些关于基金投资的资料 Mutual Funds Selecting List给我让我回家阅读 过了一周的周五 Frank又打电话给我 问我看了没有 我说我还没看基金的资料 他就问我现在有没有空 我说有空 他就又开车把我带到Charles Schwab 就跟我说你就先开户吧 所以我当时就开了一个投资账户 当时资金很少 我只有2000美元美金 这就是我开始投资的资金 又过了一周 Frank又打电话过来 问我开始投资了没有 我说还没有 他说你现在有空吗 我说有空 他就又开车到我的办公室带我出去 跟我解释了一两只基金 叫我说你就先买这两只基金吧 一开始基金绩效不错 但后来回头看 这主动基金真的很糟糕 当时是1990年 我就听他的话就先买了 过了一个礼拜 我就发现我的投资开始赚钱 这就打开了我的投资大门 当时我就知道 我应该可以用投资赚钱提早退休 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开始独立研究投资 无论从技术分析财报等等 买过藏仪社的股票 跌跌撞撞 直到今天 你们看到我的投资哲学 是经过三十几年的磨练 才到今天 我非常感谢Frank Lee 带我进入投资这条路 因为感激 我也愿意分享我的投资经验 给所有有缘人 让大家跟我一样 可以步上富有快乐的人生 这一系列的影片 是我的人生经历 与整个投资的源起于今日 希望透过这一切系列的影片 与大家分享 我一路走来的过去 现在与未来 也请在下面留言分享 可以帮到更多人 感谢观看本篇影片 如果你喜欢这个主题 请给我们按赞和订阅分享转发 也欢迎在评论区 分享你的想法和经验 撰稿 James